今天在北客社区的好处美 在楼林班的学院大家是很心急 因为跟他们记得中的北客一厨真的都不一样 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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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有的不见了 社区经理力很好 经理力都不错 不错啊 可以认识各个里的社区特色 而且还有增加很多见识 这阵带楼林班的学院来进行的庆路行活动 就是厚北町公所就要来推动的 公所做完林建华表示 厚北有很多地市社区 所应的整个训练 让大家用一天甚至是两天一夜的路行 来感受厚北町的发展 直接把我们这几个社区的景点还有包含 因为社区的景点其实它是滚动式的在增加 不断的有新的设造的景点 那未来当然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很顺利的路线 跟车辆的部分可以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那甚至可以去规划成 比如说两三个点我们就是一日游 那如果说整个湖北镇的话可以是整个环镇的 那我们可以做成两日游 刚好配合周休二日的这样子一个假日 就等于让游客可以在湖北这个地方深度一点待两天 然后把可以看的景点都看起来这样 原来可以用偷偷翻买和家族的技术来創造小医社区的电视 林建华表示他也很欢迎老大人组团来报名 做回来生社区 专业目前承办的这个游览车公司 他们其实也是很有社会服务的意愿 所以他们都会尽量来支援 那当然如果说是长辈类型的部分的团体 也可以跟我们国务政公所的社会课 跟社会课来有一个申请 那社会课这个部分也会尽量的来协调这个游览车公司 在这个部分做服务这样子 这楼林班的校团有人带孙有人坐轮椅来到社区这头 因为所有的行程都很轻松 也让这篇老大人组算得很高兴 记者很深藏步道